天命最高 在2018到2020年韓国发生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性魔术事件 N号房事件 主犯利用受害人的裸照和不压影片去威胁受害人 逼使他们出卖自己的身体去帮主犯赚钱 而早在2003年日本就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不过正当日本版的N号房要酝酿变成大新闻的时候 因为一本名册的出现 令全日本的传媒很有共识地禁声 这件事就是肖天氏事件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命漫谈 我是天命 在2003年7月17日 东京赤板有一个赤脚的小朋友 走进一间花店里面 希望花店老板帮帮他 说自己和其他女孩被禁锢 之后花店老板报警 才知道自己帮忙破获了一件女同绑架事件 日本警方其后在附近的高级公寓 够犯包括找人帮忙的个小女孩在内 总共四个女孩 并且当场证实嫌疑犯自杀身亡 这件事就结束了 今次的影片也来到这里 多谢 说笑而已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看得多奇案或者犯罪电影 可能会发现这件事非常古怪 为什么被绑架的小女孩可以自出自入 自己出去找人求救 为什么嫌疑犯会在囚禁那几个小女孩的地方死了 最奇怪的地方是 为什么这件事叫小天使事件 那就要从嫌疑犯吉利云太郎的故事开始讲起 案发时29岁的云太郎推算大约1973年或1974年出生 根据当时的日本媒体报道 云太郎家里相当有钱 就读名校东京艺术学校 而且还是女人汤圆 同一时间有多个女伴 前途应该一片光明的云太郎 在毕业之后走去做两年牛郎 之后自己出来创业 但是经营的就是非法人妻援交生意 人妻约会俱乐部 虽然打住人妻的旗号 但是其实俱乐部里面大部分都是未够秤的中学生 他们很多都是云太郎在涉谷街头找回来的 连家出走少女 云太郎会请一些女高中生 帮她在涉谷和申宿派传单 上面会印着唱K5000日圆 情趣内衣表演1万日圆 就是卖底裤 裸体摄影1万日圆 来吸引等钱洗的年轻女 和男性顾客 很多连家出走的年轻女都等钱洗 即使一开始拒绝提供性服务 久而久之都抵不住金钱的诱惑 之所以云太郎会专闻年轻女 传闻因为她是罗里空 所以才会将俱乐部的名字改为小天使 所以小天使是什么意思 大家可想而知 俱乐部会费一点都不便宜 只是入会已经要60万日圆一年 刚才也有说到 与年轻女唱K要5000日圆 裸体摄影一次1万日圆 与未成年的女生发生性关系 整5万日圆一次 云太郎就从中抽涌来赚钱 后来警察找到的会员名刷有2000人 如果所有人都有交会费 代表云太郎只收会费 都已经收了12亿日圆 折合港币大概7000万左右 所以30岁不够的她 绝对有能力住在东京的高级公寓 还有两家法拉里代步 后来她被指控在换营期间组织卖淫 去到2003年7月头 云太郎的手下在涉谷招募了4个小陆女学生 邀请他们两个星期之后 放学去她家帮忙做家务赚钱 7月11日云太郎卖了两个法拉里 之后就在东京赤板的高级公寓租了单位 12日他在一间大型零售店买了帐房 手扣、煤炭和炭盘 13日云太郎以每人1万日圆的价钱 邀请4个小女孩去她家做家务 当他们真的开始在公寓打掃的时候 云太郎突然间就跟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来这里不是打掃卫生的吗? 然后云太郎就手持电击器 将他们锁上手扣和锁链 蒙住他们双眼 期间有女孩试图逃走 但都被她捉回再绑上雅琳之旅的宠物 防止她再度逃走 同日失踪女孩的家属报警 去到15日 各大传媒纷纷报道4名女童失踪事件 16日上午 东京都警察局调查云太郎的时候 判定云太郎因为涉嫌在2002年3月 组织中意女学生卖人而被指控有罪 很快就锁定了云太郎作为头号嫌疑犯 去了她原本的家里调查 谁知她就在赤板的公寓那里 同一天上午9点左右 云太郎在公寓的厅设置了帐篷 并且走进去试图烧炭自杀 去到17日 由于那几个小女孩听到厅正茵茵 其中一个女孩就趁这个时候脱下手扣 走去找附近的花店老板帮忙 之后警方成功到达逃走那个女孩描述的公寓 救回剩下的几个女孩 同时发现云太郎在塑胶帐篷里面 一样化炭中毒身亡 顺带一提 17日同一天 涉谷的一场关于云太郎犯罪行为的听证会 与此同时 警方在公寓里面 搜出超过1000套儿童色情影片 以及一本记载了2000人的会员名册 最古怪的地方来了 正常情况下 警方发现一宗 女童绑架案背后 竟然可能是大型有组织的未成年少女卖淫事件 谁都应该调查下去 破了这案件就历史流明 但警方最后什么都没做到 对外宣称会员名册用的都是假名 所以追查不到下去 案件调查也草草结束 云太郎的小天市俱乐部 和其他嫖妓、组织卖淫等等的指控 都全部被撤销 这件事就在突然之间落幕 虽然日本警方最后结束调查 但因为疑点重重 在这20年来 日本出现各种阴谋论 怀疑事件背后的真相 可能会动摇整个日本 接着我会讲一讲这案件的疑点 在事件曝光之后 当时有日本媒体就说 云太郎没可能是自杀 因为在室内用塑胶的涨缝来烧炭 其实热力会令到塑胶溶化 令到一氧化炭的浓度 无法令人中毒身亡 事发前几天 云太郎才刚刚卖了自己两架法拉莉 对比起自杀 他更像是套现走路 而且作为组织未成年少女卖淫的主犯 云太郎在绑架了那四个女孩之后 并没有伤害他们 更有目击者说 曾经见过被禁锢的女孩 自己去商店买东西和去ATM赂钱 说起买东西 传闻在03年7月12日 云太郎去零售店买的不是自杀用品 而是水桶和雅琳 是为了方便用宠物绑住小女孩 和方便在室内提供食水给他们 不过事价多年 他去零售店到底是买什么 已经不得而知 刚才提到招募那四个小学生的 是云太郎的手下 而当时和他一起绑架的 其实还有另一个叫山琪的人 事后警方一口咬定 整件事是云太郎一个人做 到最后都没有追查他手下的女高中生 和山琪这个人 而最可怕的地方是 继续追查事件的记者 尹谷5 在事发后两个月被发现浮丝东京湾 尹谷的尸体背部有八处被刺伤的痕跡 头部遭受过两次重击 而且他家的相机电脑事件的相关资料 全部被盗窃 而他在被杀之前曾经和朋友透露 因为追查小天市事件被中国黑帮针对 而且可能因为这样被杀 虽然过了不久杀死冶谷的兇手落网 但他们声称 杀死冶谷是因为冶谷曾经出书 揭发他们非法勾当 为了报仇才做低他 但外间猜测 日本的中国黑帮会利用卖淫组织 去捉政商界人士的黄脚鸡 从而掌握他们的把柄 而冶谷就有可能因为追查到 明测上面有谁在而被杀 日本主要有两个关于小天市事件的阴谋论 第一个是云太郎家本身就被人助纣 云太郎的父亲曾经做过高级警司 和朝日新闻的部长 在1996年自杀身亡 云太郎的哥哥就在1999年自杀身亡 他妈妈在2001年自杀未岁 而他本人在2003年自杀身亡 他家仲健在的弟弟就住在精神病院 所以认为他家可能被助纣 才会令他全家都有自杀倾向 另一个是警方发现会员明察之后 见到上面不止有律师、医生、政治家、商人 还有极具影响力的社会名流 甚至是日本皇室 为了避免动摇整个日本社会 日本警方最后决定隐瞒真相 而小弟天命有另一个看法 会不会有可能 吉里云太郎只是桌面的角色 一盘数以10亿英计的非法生意 真的只有一个30岁不够的年轻人管得点? 我估计 绑架小孩强迫他们提供性服务这件事 云太郎和他的同伴未必是第一次这样做 但因为云太郎已经曝光 因为组织卖人而被定罪 所以成为这一盘非法生意的替死鬼 网上有传闻 宏太郎本会员名冊 直接写会员的名字、住址和联络方式 无论这件事是不是真 明冊上肯定有连警方都不敢得罪的有力人士 而且这一盘组织未成年卖淫的生意 很大机会还在大家见不到的地方 继续为有权有势的人提供服务 今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小弟除了会讲AV和其他有趣的话题之外 每星期还有时事周报跟大家分析 时事政治、时事评论、国际局势等等 希望到时会见到大家 我们下次影片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